作为秦浩的哥哥 十号送给了秦浩多少礼物 秦浩很早之前就知道十号的存在 因为秦族的人告知秦浩 他的出生就是为了拯救十号 所以他对十号心怀借敌 看见十号的时候只想与他开战 但十号并没有怪罪秦浩 对于这位弟弟格外宽容于宠爱 也送出了不少礼物给他 黄金叶闪电果 十号与秦浩相见的时候 就拿出了黄金叶送给秦浩 这可是太阳古术上得到的神叶 只不过因为十号斩杀了秦法 秦浩不肯接受十号的好意 黄金叶最终还是被十子林夫妇收下了 十子林夫妇都看不过去秦浩的冷漠 十号却还能笑着打圆场 秦浩能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 从小就被灌输是为了救哥哥而胜 而且又没有跟十号真的相处过 自然跟十号没有任何感情 十子林夫妇对于十号有愧疚 秦浩对十号就只有借底 但是在看见十号强悍的形式作风后 秦浩对于十号也有所改观 十号在宋闪殿国给他的时候 秦浩也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 至尊谷 至尊谷是十号分外真实之物 在第一块至尊谷被夺走之后 十号想方设法让至尊谷长出来 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至尊谷才重生 而且这块至尊谷也没让十号失望 拥有非常恐怖的轮回宝术 能够瞬间让人变成行将救墓的老者 也能让人变成弱小的幼童 从而实现降维打击 十号凭借着这块重生的至尊谷 击败了十亿月缠这样的天骄 但就是这样一块意义重大的至尊谷 十号在自己濒临死亡的时候 主动将他送给了秦浩 可谓是斩断了自己的最后一点生计 当时 十号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 他希望秦浩能借助至尊谷变得更强 秦浩凭借着身上的两块骨 在上界闯出了赫赫威名 只要将实力压制到同一个境界 基本就没有人能够过上三招 秦浩就是所向披靡 堪称无敌 然而贡献出一块至尊谷的十号 在上界秦族却像是一个禁忌人物 甚至都不允许周围人提起 唯恐败坏了秦浩的天才之名 保命手段 秘法 十号在上界凶名远扬 无数人对十号十分忌惮的同时 也有不少人想将十号斩杀 比如说 丰族的人就要追杀十号 因此 十号重回下界 一方面是思念故土 一方面也是避难 同时 十号也能在下界进行魔力 对于很多修士来说 下界道法残缺 不利于修行 但十号的道与众不同 只当是另类魔恋 由于秦浩一心变强 就留在了上界 十号感慨 弟弟便成熟了不少 将身上的长生战衣归还之后 还单独传授了秦浩一些保命手段 秘书 这些都是十号经过实践得来的经验 绝对是真的保命手段 无价之保 十号故意停留了两日 就是为了将这些传授给秦浩 这时候的兄弟两人早已没了界点 十号离开之后 秦浩遭到了劫难 因为十号太过强大 有人就挑秦浩 这个稍软的柿子面 秦浩还因为身上的仙谷 在仙玉的时候 被九头怪抓走 被剥夺了仙谷 也被幽静了起来 还是十号到来的时候 才救出秦浩 我们下车人数换下了 的角度 下车腿子面 不 verm时 我